阿里儿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的主要的内容 会是分享我的耳环 因为穿搭很多时候 耳环也是需要配搭的 我的主打的风格是那种休闲运动风 Oversight街头风了那种运动风 今天主要分享的耳环 也是比较适合配搭这个风格的 因为其实耳环也是分很多种风格 ok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了一共是9对的耳环跟你们分享 所以我比较多是那种会摇晃的 第一对就是这对看到吗 它的design 90年代那种复古radio 所以戴上去就是非常的有那种街头感 ok 很像有些时候我们穿比较short wear hip hop style 戴的话都非常的适合 ok 然后再来就来到第二对 第二对我自己超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设计真的是太特别太可爱了 然后我今天带出去很多人都会 人家看到我这个耳环就会这样也笑一下 然后因为就觉得很cute 就是这对麻将的耳环 看到吗 超可爱的 然后它上面就是有一个八筒的图案 跟一个三万的图案 跟朋友出去 还是跟家人出去 还是可能走在街上人家一定会望你的耳环几下的 所以这个就是for的第二对耳环麻将的设计 我戴的耳环都会偏比较特别 不然就是酷 不然就是比较简约风 像这个来到第三对 它的设计也是很特别 就是飞机的 因为它上面有蓝跟红的颜色嘛 有些时候你也可以去看你的穿搭上 可以配得到这些颜色 我很喜欢买这种比较特别啊 可爱啊 我突然间忘记它叫什么名了 可是我秀出来要你们一定懂它 就是这个卡通人物 也是来很hiphop的 很多那种运动品牌啊 像vance啊 还是什么什么啊 我有看过有跟这个卡通人物合作过 就是这个黄人 星普森 OK 星普森 OK 像这个星普森哦 其实我只买到一边 看到吗 只有一边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以为我下单的时候是一对 结果来到货是一边罢了 可是也nevermind 我觉得也蛮ok 因为如果带两个就有点夸张 它只有一个嘛 所以我日常每次会去讲把它配 我就是会拿一个耳钉 看到我现在的耳洞嘛 我现在带的这个是纯黑的一个耳钉嘛 我就会直接这样子配上去 OK 这样子的话也是另一种风格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hiphop yeah 我就是喜欢 嘻哈的感觉 然后第五对 像我们continue 所以第五对的话 我就直接顺便介绍我耳朵这对哦 我耳朵这对啊 你看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耳钉罢了 然后它的形状是星星的 有些时候可能很像不想这样花俏 比较酷一点低调一点 就带一个普通的耳钉也很好看 就比较干净 像今天我就是不想带大耳环 然后也是可以增添一些酷帅的气质这样子啦 都已经讲到耳钉了嘛 我就介绍耳钉哦 因为前面我连续介绍了四对 都是耳朵的 这个耳钉啊也是很特别 因为我这个人呢 比较喜欢特别的东西 然后你看这个耳钉超可爱 给你们看我不要讲什么 每一年的新年都会看到它的新年一定会出现的 然后一定会有 遇到那个二十亿二十亿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耳钉就是固克牌的 pattern 所以看到我们来它的上面就有什么图案 红星十跟红星三 有些时候我们掉耳锥 又会觉得很重 OK 然后可能当天的mood 你不想带这样重的 还有当天的mood 你不想将花敲 就可以带耳钉 耳钉也很多种 像前面我讲的是比较低调的 像这个 你带上去就会显得比较特别咯 然后也很可爱 一般上我每次带这种很特别的耳环啊 还是耳钉啊 一定会有人问我的 网络上 IG好 还是我身边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在哪里购买很简单 现在已经是什么四季了 总之你们天马星空想到的东西 去哪里找一定会有淘宝 上去打 看它跳什么出来 有些时候可能你想不到的里面都有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挖宝哦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第七队了 第七队有跟你们讲很帅 怎么很帅叻 它竟然可以变成耳环 衣服啊如果太爽啊 就是太爽我们要给它夹紧一点啊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 就是那种扣针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一对我觉得很帅的扣针耳环 OK看到吗 它整个设计就是扣针来的 然后你讲带就是我们平时打开扣针 看到吗打开了对吗 然后你直接把你那个针哦 针进去你的那个耳朵就可以了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style 一个风格 所以这种哎 我通常是穿可能是比较黑暗细一点 还是比较酷比较帅的时候 就是你想要装裤装帅的时候 你戴着这样子的耳环 就会增加你的那个分数 因为它是很酷很帅的一个设计啊 而且它又是黑色 yeah 那我们来到了第几队的那一 就是最后三队了 最后三队我想介绍一个 百搭绝对不会踩雷的 ok 你绝对配搭上不会犯错的 像我介绍的这对耳环呢 不管你是man style还是girl style 在休闲运动风里面 这个耳环呢都可以配得到 而且是绝对不会踩雷也不会怪的 就是这种耳环 就是银色系耳环 看到吗 两个圈圈的 这个我跟你讲 你看到去啊很像很乌鲁鲁 就是很normal 我跟你讲 它戴上去啊 那绝对会让你觉得很百搭 然后也会让你觉得很欧美 很黑人hiphop 就是一个 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不会踩雷的耳环 而且叻 我一定要有 因为我蛮时常戴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也很简单 简单好看又大方 又hiphop 又很欧美黑人的感觉 所以啊 因为可是戴久啊 过后耳环是这样 因为这种就是它的材质 而且比较normal嘛 所以戴久啊一定会破色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戴海跳舞还是出去啊 我们马来西亚都很热嘛 OK 会流汗 它碰到汗啊 它慢慢它就会脱色 脱掉很够了过后 我就会丢掉 然后我再会重新买一个新的 异样设计的 总之我的耳环里面一定要有一堆这个 在我不想动脑带什么耳环的时候 我就直接lap上它 就直接触节 yeah 所以这个美女们一定要 所以现在来到最后两个了 最后两个的话 都是属于比较偏特别跟可爱 OK 我现在介绍这对 也是我买很久哦 其实它有一点脱色了 因为之前我教课的时候我一直戴 就是很适合我的个性哦 因为我每次很喜欢耶耶耶嘛 OK 那种牌照一直耶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耶的首饰的耳环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chill的那种感觉 平时生活上都会用到一个首饰 因为银色嘛 你在任何衣服是什么颜色你都可以戴 根本就不用去再跟这个耳环做任何配搭 因为你不可能你穿到很lady 出席宴会妆 然后你穿着戴一个耶的耳环 不觉得很乖 而且哦 之前我戴的时候啦 它已经其实有泛黄了 然后后来就没什么交靠了 就也很少戴 感觉它的黄哦 慢慢又变成银色了咧 不懂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呢 所以现在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对了 这个耳环啊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 只是它的设计就是 很复古的也是 Cocacola的瓶盖 Cocacola的瓶盖 就是 可是它是红色 所以在配搭上就要需要注意啦 如果你是走今天完全是colorful的设计的话 就可以直接乱戴哦 因为都colorful了 你看看你穿那种吊带有没有 你穿一个oversize tee在里面 然后可能穿一个吊带 头发 然后戴一个头巾 然后再戴这个耳盘 就会觉得整个很西哈复古风 这些叻 都是我分享的耳环 耳饰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找啦 因为我没有这些link了 因为这些link啊 已经是几百年前了 我只是做一个分享 就是我自己的个人风格 我会玩这样的耳环 不是Ladies的时候啦 Ladies的时候 我比较少会戴这种耳环 所以我会做下一集 可能我比较穿Ladies的时候 戴的是怎样的耳环 OK 所以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 按赞订阅点分享 打开小铃铛 还有不要忘记follow我的Facebook IG TikTok 小红书 我们下个影片 JET 拜拜